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六欣闖蕩 為什麼不一起跟觀眾打招呼呢? 我和Rita不想把那些壞電影過給你 阿車, 不如別多說了 沒什麼事, 我們先走了 走…不要… 坐下來 是你現在留下來的 究竟真年流流 為什麼要這樣? 你知道嗎? 那個六合彩一億的獎金 我買的六個字全都中了, 在旁邊 還有, 十三少爺這麼大件事 掛香之日 居然一隻送行馬也不留給我 你們別這樣, 掛香 他遲早會做練馬師, 總會有馬贏 知道你的六合彩這次不中 你去車工廟多一個圈 可能下次中了 你說? 還有, 我看到偉達的女兒 我更加覺得自己輸在起跑線上 這件事真的不行 這樣, 人家十幾歲 整件事真的…真的不同了 這天的沙田日菜 對整個香港馬壇來說 可謂別具意義 因為十三屆冠軍騎師偉達 在這天賽事結束後正式掛香 偉達從騎生涯在港 取得1813場頭馬 曾經勝出多項國際一級賽 深受馬迷愛戴 在這個歷史時刻 一眾騎鏈以及廣大的馬迷 都向他送上足福 你太誇張了嗎? 你不知道有个分别的? 不,我指数该都一年轮全力合好 我认为今天能鑶着持续 但是主要的意思是 我出现了一个庄的結婚 善选了的集合 每至一天我认为了一 ran好 我家人来伴来 我的嫁国家的生日 它是一种类桥 所受惊惊高了 我只是很高興,我只是很高興,我只是看待到下一集 你現在沒有要做到的狀態,你會有一個大餐廳 我會有一個大餐廳,但問題是我已經很高興 我可能會不會享受一個大餐廳,它會花時間 但我一定會吃得更多的東西,有更多的食物 我會開始享受不同的東西,我會和我的家人 你當時會離開香港的生活? 我沒有任何公開,但會是20日 2月14日就是情人節,所以明晚跑馬地馬場會舉行情人節派對 各位可以率先帶另一半,齊齊慶祝這個甜蜜日子 而明晚也是香港航空百萬挑戰盃押逐戰的日子 究竟由隨雨石訓練的電訊兄弟可不可以贏馬 押到榜首位置的鄉村桂寶,捧走這行杯菜呢? 大家記得密切留意 冠軍騎師潘頓在明晚的跑馬地夜賽獲得多筆新助騎 其中他會拆騎由葉楚行訓練的均文寬 這匹馬今季曾贏出三班同情1650米賽事 肝箭跑二班1800米賽事 受制於萬步促而後想不及跑第四名 其實潘頓和練馬師葉楚行的合作成績不錯 上季至今他拆騎的葉舊王牌馬半數可以上名 這次的軍民歡由潘頓執姜可不可以取得好成績呢? 第二 2月17日星期日 將會有三場大賽在沙田馬場同步上演 當中有兩場仍是國際一級賽 包括花旗銀行香港金杯 和女王人禧紀念杯 而簽名的花旗銀行香港金杯 暫時報名馬匹的實力可謂非常厲害 包括有性格巨星巴基之星 應屆香港杯盟主歡樂之光 以及上月公下百周年紀念銀瓶的 時時精彩等等 至於1400米的女王人禧紀念杯 早前馬皇美麗全城在潘頓跨下 參加草地1000米試集積極備戰 並以第三名衝過終點 而他的目標 當然是衛免這場賽事的冠軍 不過他要面對由天下第一高手 莫雅押鎮的以期傭兵 以及由雷神拆棋的爭紛奪妙 究竟美麗全城可不可以順利取得 今季的六年節呢 除了兩場國際一級賽 當日的另一場戲肉 就是四歲馬經典賽事系列 刺關1500米的香港經典杯 參賽馬裡面評分最高的兩匹賽區 在104分的達隆區和天滿爾 同樣都是來自羅富全馬房 在上個月的首關賽事 香港經典一里賽裡面 達隆區就跑獲第四名 而天滿爾就跑第一名 今次達隆區就換上 潘頓執姜兼真情角組 有沒有機會反勝救女呢 而另一筆值得留意的 就是由賀賢訓練的好好馬 雖然好好馬 現時的評分只有89分 但她今季在千百米賽事 已經取得三年節 今次出戰首本屠程 可不可以成功挑戰一眾星級對手呢 有來到你有你撐的時間 今集我們要撐的題目就是 新銳湧宴 究竟哪一筆短途街市值得留意一下 你有你撐,你撐哪一筆 Rita 車車,不如我們先撐星期三 八萬挑戰盃的街市 因為回到星期三的時間 就是押族之夜 排在前三位 其實頭位和第二位 都是在漢馬房的馬匹 排在第一位就是鄉村桂寶 現時就是66分排榜首位置 排在第二名就有雄運戰士 他就守持著64分 第三位就是來自徐宇石馬房的電信兄弟 在分數上 他絕對有權可以反壓對手 因為一贏馬的時間 他就可以取得15分 而這麼巧 其實星期三 排在前兩位的馬匹 蔡漢都沒有幫他安排報名 因為你在雄運戰士 反而蔡替他報了 二十七號的經典杯賽事 所以其實電信兄弟在分數 甚至乎優勢上都有一定的 沒錯 數字上依然可以反戰 這樣看來其實還可以爭 不過說回短途方面 說到側身或近排特別厲害的馬匹 鄉村貴寶當然在排在八萬挑戰杯榜收位置 但看回其實他貴內的成績很厲害 今季出道八戰 五個第一 兩個第二 一個第四 沒有失過獎金 剛剛來到現在他又進了四歲 但如果說上季初的時候 以這個三歲之靈 這樣贏馬法 這個姿態挺輕鬆 不過如果你說短途街市 質身馬 蔡漢馬房都源源不絕 所以除了這隻鄉村貴寶 如果要我選擇 我也挺喜歡這隻金匯星 這隻也是跑谷草短途賽事 特別撒家的馬 剛剛比較近這一仗 第一次過來沙田跑 成績好像一般 賽後也說驗到繁草不安 但是可能不是那麼適合場地 即是未跑慣 最短途的直路賽 可能回到谷草會更好的表現 我也期待看回去之後 跑馬底的成績會怎樣 最重要是健康沒有問題 繁草不安這些還可以在配備上調校 始終轉彎路程可能有不同 但是一說到賽浩漢馬房 發現真的不斷耳都已經撒到很多 很多 很多 黃蝦黃 之後還有一些側身出來 譬如夏威夷這些 短途都可以包上千四 還有就是勝得精彩 大家一說這一匹馬的時間 上次初出一出賽 就已經騙著都可以贏馬 雖然走勢自亂 但是你現在看到 如果他稍微過多幾個月 適應更多的時間 我相信他的前景應該相當好 側身的賽浩漢馬 還有一隻美麗滿載 我們還沒說 出了三戰三勝 還有一些慈耀風 我們還未提到 因為實在太多 不如嘗試不要說 賽浩漢馬房 始終都有很多 側身短途馬可以留意一下 有一隻我特別喜歡的 深集成訓練的帝豪福星 這隻馬初出的獎 就不是特別受注目 賽前都沒有人留意它 在國能跨下 一出就大勝四個馬位 那次也有一點驚人 因為大家都沒有想過 第一有一點賽前忽略了它 第二 贏馬的姿態都很輕鬆 他後來再戰二班的路程 之後兩將都是贏馬 這樣看來 他之後應該也有機會 去踏上國際的舞台 甚至是排一些短途分級賽 沈集成訓練一些短途馬 其實都出色的 不過近期 這位的練馬師 不能夠不提的 就是浪富泉 我發覺這個馬房 也挺有特色的 好像經常都很輕易 訓練到一些泥草皆宜的馬匹 剛剛你看到 季內裡的繽紛遊戲 一出跑這個遷移的泥地 已經可以打開勝利之門 其後轉到草地 一樣是沒問題的 你看他跑了1400 贏了兩次 一次是跑第二回來 看來其實這一匹馬 多元化 我發覺是一個很重要的冰原 羅富泉馬房厲害 而且你說泥草嘉儀那件事 真的很厲害 好像近期有魅力之寶 都是由草地轉泥地 都可以打一搭贏馬 說到這個練馬師 我也挺喜歡他訓練這隻灰馬 每天精彩 三歲仔今季的成績都非常出色 最近這一仗 用一個快的時間去贏馬 1分08秒99的時間贏馬 提下霸仗 之外再出到贏馬 絕對是一場可以參賽的賽事 所以我想羅富泉旗下的新兵 除了長途馬去幫他爭四歲系列 短途都有不少可以留意的 對 大家都說了 很感謝值得留意的超新星馬 這個時間看看一班專業評馬人 有什麼提醒 我看好大金庫 他在英國兩戰兩勝 一月份香港市集更加進步 有望可以挑戰香港大兵 會力之城今季一贏再贏 尤其是跑直路賽事 表現相當準誠 這筆看得又跑得的真身分子 做超新星怎麼少得他呢 羅富泉馬房的好運多贏 出道以來的演出相當準誠 他將會是馬房另外一隻 短途至中距離的竹木新星 最後拍攝在2018年已經贏了三場 看他贏1400米是夠快夠韌的 這隻馬的血統跑1600米絕對得 究竟哪一匹超新星能夠閃耀馬坦 那就要留意接下來幾場大賽 一會廣告回來 就會有我訪問其中一顆超新星 好好馬的兩位馬主 何志浩和何玉倫之生 想知道宣布進軍打比的好好馬 被煎情況千萬別走開了